青少年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计划全速前进 至今已经有将近八成12岁到17岁青少年完成接种两剂疫苗 至于12岁以下孩童 卫生部宣布预计明年就可以接种辉瑞疫苗 卫生部在国会的书面回答中指出 目前只有辉瑞疫苗能让12岁以下孩童施打 但还需要等待欧盟以及美国监管局批准 辉瑞公司会在今年底之前把相关数据提交给国家药剂监管局评估 卫生部强调孩童的疫苗配方和成人不同 因此需要药监局和药物管制局鉴定和批准使用 当局预计会有590万名12岁以下小孩符合接种资格 需要用到大约1180万剂疫苗 政府正在和辉瑞谈判购买所需的疫苗 的植核 具体的植核 即兰微容 不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